那不然导游跟你那个情商一下 晚上我跟你一起睡那一间 不要 我陪你耶 美色当前 导游竟然坚决委屈了Amy夜晚的约约 难道是觉得Amy不符合标准吗 还是七楼真的有传闻中的特殊力量呢 导游欲言又止 让我们不禁对此行加了一层又一层的好奇 你去干嘛 我们刚才从下面上来 去Lobby就对了 不是刚刚是六楼 还有你看 你看真的 六楼跟八楼同样都是没有七楼 对啊 很奇怪 那为什么要从那个Lobby那边 这里有闭路电视 这边有闭路电视 那就机器往下放 机器往下放 从哪边进去 哪里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哪里 你是说那个玻璃门吗 那个门进去 不出大厅不过数分钟 严密的监控 让外警队不得不放低手中拍摄的机器 但仍希望借由导游的引导 记录一切有关神秘楼层的力量 哪里 你是说那个小门吗 对 它是电梯就十八楼了 这里就是那一楼 这里就是 就是可以直接到那个七楼了 能打开就是 真的假的 先进去就说 先进去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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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过来真的有 七一五四到七一七楼 对 对 来 你开 你开 重点是真的太夸张了 这个小房间竟然直接送到七一五楼 难怪导游会说一开就是了 没想到原来所谓消失的楼层 竟然在一楼大厅与三楼之间的夹层间 不但格局完全不同 而且也称为七楼 万一到时候有什么状况 你至少会说马来西亚货啊 好烦哦 导游不跟我们去 虽然我们自己去 可是 我刚看从那个小门进来 我就开始有点错 差差一点 滴滴给我 楼层间布满了壁路揭示器 此处格外低矮 气氛也完全不同于门外世界 这就是我们急于寻找的神秘楼层吗 我指尖又开始有点麻 你头好晕哦 对我这个肚子有点紧张 起来起来 还有还有七一七零 而且你这边还有怪怪的味道 我觉得你这里的味道不太顺畅的感觉 我们的房间一直起来 你又把我的房间 七一七九不见了 是他七一七零 七一七九不见了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七一七九 这不见了 这不见了 叫我一跳没有七一七一七 我们在当地多方询问 也听到了另一个惊悚的传闻 就是他们从你走往飘到底之后 听到这边的传闻 就是说飘到底没有尽头了 就一直飘进去 而且在尽头的通常都不好 因为旁边有门 等一下你要刷卡 不好意思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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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是黑的 打扰了 好 OK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看这边的格局 除了空间的压迫感很大之外 还有就是 你看后面的墙壁 封死的 天啊 他根本没有通往外面的光处耶 所以这真的是夹成在 那边中间 就感觉有点像夹缝中求生存的那种感觉 而且看一下 其实这边很正常有电视机啊 然后柜子 我们可以check一下 搞不好他们这边有压什么服务什么之类的 我们慢慢一个一个check好 对不起 没有 你先去 打扰了 他自己有的 对 床底下 对 床底下 床的旁边 床头柜在哪 有放圣经什么的 等一下 还有床垫底下 饭香倒柜的尖兵究竟能有何发现呢 此时每个人都崩紧了神经 你那 你会吓我一跳 中间会不会有一根柱子吗 我以为一只脚 哎哟我的天啊 我吓你一跳 因为你下面好暗哦 没有对不对 是好像真空的摄影机吗 那就是 灭火的摄影机 洒水器是不是 我怎么找到很奇怪 其实呢 我们对于这个七楼这个地方啊 有特别的恐惧感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这边有一些传闻 比如说 睡七楼的时候呢 半夜 会有人在你的外面敲门 敲你的房门 可是你打开竟然没有人 那甚至于 晚上的时候 会有人使用你的脸膨头 就是在你浴室里面 做一些动作 然后甚至于有时候 你在看电视就是 睡觉的时候 开开关关开开关关 一直不断 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现在靠的这个床 睡觉的时候呢 在七楼这个床位的地方 床会不断的移动 对 甚至有人被鬼压床 甚至于 有听说过 说什么 这是自杀饭店 然后进得来 出不去 就是因为这边 常常发生一些意外 甚至于有些人 可能就是 嗯 这边有casino 堵成嘛 所以如果说他要是赌博 把所有的钱输光了 也就可能想不开 或什么之类 这是我们自己在猜测的 所以有人在那边自杀 有人意外在这里 就是挂了 回不去 那而且呢 还有像有些人 在睡觉的时候 眼睛一睁开 前面就有一个人 站在那里 那这真的很恐怖 啊 啊 什么啊 Amy正在阐述 当地所流传的灵异事件 同时间 录影现场发生了意外断电 这两个不可思议的巧合 让人格位想验证 此处神秘的力量 哇 没有没有叫你晚上一个人睡了 你放心 你看 听到那个声音 非常非常的大声 那是机器在运作 好像是 中央空调那种声音吧 非常大声耶 所以 这个房间说实在 一进来就不舒服 人家说你住饭店的时候 一进来感觉非常的重要 你觉得很舒服 这个就住的很 就是会非常愉快 可是这一进来就很不舒服 他们其他的楼层啊 就像我们住的那个六楼啊 他们都把它改成 就是像窗户的 都改成安全窗 就以免 以免有人这样意外掉下去 或者是甚至于喔 他们的床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床耶 五星级的房间应该也没有那种 双人房 放的是一个人可以睡人 就两个人 是四人床喔 太夸张了 那个真的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们要 其实让 要让出一个位置来 比如说你睡这个地方 你要让另外一边 就是给那些好朋友睡 免得会去压到他们 所以他们床 故意坐得特别的大 所以 让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晚上 不太想睡觉 我觉得太恐怖了 还有啊 在这个饭店啊 还有一个传闻就是说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 把浴室的灯关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呢 听说 如果说你浴室的灯关掉 会有那些 上吊的那种 就是那种东西 它会从 就是会跑到浴室 浴室 从浴室出来 因为暗 就是暗嘛 暗了之后他们就会集中在浴室 是不是这样子 就说你灯关掉之后 那个 有那种吊死鬼 会跑到浴室去 听说如果灯暗掉 他们就会 对对对 那如果你打开的话 就不敢出来 可是呢 我又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浴室的灯打开 那我们外面床的部分是暗的 那他不就跑到我们旁边来了吗 饭店里里外外戒备森严 外警队该如何进行最完整的记录呢 疫情人绞尽脑汁 终于我们做了决定 希望透过长时间的录影 能真实呈现所有隐藏其中的力量 我爱啦 我出去了 你假的 你自己练过朱烈功能是哪 你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你那边是什么 冷气的声音好大喔 我们这次的做法比较特别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次 立这沿线呢 既然是在 就是营业中的场所 去做做这样的东西 那说实在的 这个应该算是不合法啦 我在想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 也没有办法用那个walking talking 因为它这个有电视波 然后同时他们这边也连了一些赌场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严密的一个监控就对了 而且到处都有摄影机 那我们这次也没有办法接monitor 因为我现在是在六楼的房间 由于堵城内众多监视系统 鬼话外警队必须更小心翼翼进行此次任务 小黄被单独留在传闻诡诀的房间里 以报导的方式为观众朋友叙述房间里的状况 观众朋友要真的不要怪我 不是我决定的 是我们之后的才哥决定 他其实灭有男生 因为他也不希望那个 会有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最后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用电话的方式 我听到那个心跳的声音好大声喔 你用手电筒 我去看你往步 我这好像听到一个心跳的声音 导游他有告诉我们说 他拿到那个房间的号码 他真的是吓一跳 因为他有一次 他也是带团来到这边 就他住 第一次住到那个7多少的号码 就是最底部的 我们这次感应的 游戏 游戏 还有状况的发生 游戏 游戏 现在没有我试打看看而已啊 因为我刚刚好像 听到有人心跳的声音 笑得跳 好 好 他讲完就挂好了 我搞不清完在干嘛 他说他试一下电话啦 他说看看电话是好的 还是怎么样 还不到 还不到五分钟 如果你自己躺在那边 你也会怕好不好 当然要先试试看啊 根据我们事后研判 汪汪的声响 应该是空调的运转 并不足以构成灵异现象 不好意思 我睡你的床 不要生气 应该不是 不是那个 就是毁伐 幻力的人 转着最先 不想 不要不想 谢谢 我觉得好奇怪哦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 那个 我从来没有看过七楼的房子 是夹在一楼大厅跟二楼中间的耶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房间 天花板这么高 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天花板是这样 一百八十公分钟进去 头都撞到了 天花板 天花讲 天花板 大厚 ferm 快 mess 今天啊 大家都满累的 说实在的 有一张床躺下去 可能小黄会睡着 因为他刚刚跟我讲说 他好想睡觉 我现在想说 他可能睡着了什么都 什么感觉都没了 窗在动耶 他冲上来了吗 小黄冲上来了是不是 鬼话连篇 真鬼真实 将带领观众朋友们 探索未知的空间 你有拍摄到 比灵动感应更惊悚的影像吗 还是有无法解释的灵异照片呢 现在你就提笔 抄下我们的联络方式 你就有机会 与大家一同分享 你的另类体验